两周不见 甚是想念 好 上周没想到一个不小心 房子稍微扬间了点 加上又脱根了一周 小把你们给担心的 那几个后台私信我的小可爱 咱既没有被绑走 也没被换掉 不用担心 我爱 那么也是为了来安抚一下大家的小情绪 所以今天就必须得什么 又又又又又 不得了了 是真的不得了了 要来大家看一套位于日本东京大田区 有那么点点 离了个大谱的个性设计 斧头公寓 这个味道我太熟悉了 可以说比以往的任何一套纸片楼都更薄 更尖 更狠 主要是因为它下面特地加了个不高不低 正好一个人大小的刀锋 方便能一波带你走 朋友们还是先来简单的吹波硬性条件 房子简于2013年的11月 再过9个月正好10年了 距离最近的车站线路 经济本县的杂色站 徒步8分 然后今天我们也是有幸 要来看看这个最尖尖头的刀刃部分 是个富士两层外带一个loft的 不知怎么形容户型的户型 对了忘了说是出租的 最后至于房租老规矩片尾公布 兄弟们321 木头 而不是321 弹幕上加个冲一波预判了 接下来让我们突如其然的插播一条小可爱 上来呢也是首先要假装感谢一波 不是啊 由衷的感谢一波 Substack VPN对本支影片的赞助 我相信大部分的小伙伴应该都有过 因为人在国内无法使用国外网站 再或是人在国内无法使用国外APP这样的困扰 而扣破过天灵盖吧 小话我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也是一直在日本国内两边跑 所以总会有两地的网站不能用的情况 天灵盖是真的疼 但是 自从我使用了Substack VPN后 一切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是真的真的好用 Substack呢 是可以加密你的互联网操作 防止任何人获取你的个人资料 如果你是常常在外使用公共WiFi的人 Substack也可以保护你的网络使用安全 阻挡恶业的广告和软件 像我平时在国内二手网站上淘点手办 或者在日本美楼开丽这样的二手网站上 买点机车用品什么的 位置IP不同 都不能买 但正是因为Substack VPN可以更改我的IP 所以无论我在哪边都可以通过 对应位置IP订购网络商品 变得特别方便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出发旅游前 先用日本IP订购网络商品寄到饭店 在旅游时就可以提前拿到订购的商品 时间和寄送的问题都得以解决 既方便又省钱 还可以保证账户安全 而且还有最棒的是 两年方案都送三个月的使用期限 一个账号可以在无限制数量的装置上使用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都可以下载 现在只要使用我的优惠码 11HAO 就可以想1.7折优惠 还有30天退款政策 如果有感激的小伙伴 快点去下方影片资讯栏链接 好了那么来到门口 让我们去买开 哇 超过开在地上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先环视一圈屋里 所以你们就应该明白 为什么我说这户型难以形容 久为了的盗墓空间 这才是我们频道该有的房子 不过别着急 还是先让我们从这个精彩至极的玄关开始看 这等于是和厨房并在一起了 不得不说这设计有点商业头脑的 灶台一点小门一开 一家限定番茄炒蛋的便当屋 原地开业了 但由于考虑边上要加个鞋柜 也不知道以后到底是鞋里一股菜味呢 还是菜里一股鞋味 什么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还得是你们 那么灶台部分业界最小了 没有之一 千许显而易见的走丢了 还是个电子自卢 这么突然一分析 买买可能得分析没了 你们看看啊 房东也太客气了 看看房还送个锤子 下面说呢 放几把称手的武器 方便老王来了 再来身后这个 快开到地里去了的窗户 可能是为了让你下雨天 打开来洗洗地板 但也确实有笔没墙 采光也能进来点 而且平时大门天天走腻了 幻幻感觉 从这进出一下也挺好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更为激烈的要来了 虽然乍一眼望去看着迷糊 但其实也就上下两层 中间那个呢是阁楼 至于先看哪层 知道你们一定想赶紧上去 那咱上去就上去 上来之后 这啥呀 真的万万没想到 整个二楼竟然是个洗浴中心 这还没完 悉悉的小朋友应该也发现了 我们的两边全是百叶窗 让我们狠狠的 把它们全都扒开来 过过眼影 说实话 放着那么开的全景洗浴中心 我还真的是头一回碰到 而且再配上这房子 绝佳的地理位置优势 仅在这隔壁两个学校操场 哇 简单脑补一下 每天早上两个帮派 几百号小学生 边坐着广播体操 一边看着你 拉屎洗澡 万丈瞩目了兄弟们 那么说实实那是快 就让贴心的小豪 来带大家感受一下 在这里泡澡的第一人称 心灵影面积 左边呢可以欣赏可爱的 小学生们上野 拳脚相对的友谊棒球赛 至于右边 啊对 可不能忘了还有个老王 相信这距离和窗户大响 他闭着眼都能看清了吧 然后再补一刀 看看淋浴 这极限操作的空间 我就问还有谁 大家伙帮我分析分析 这能不能申请个 吉尼斯基督啥的 真挺好奇 说实话咱也不抱啥希望了 光带一个 心意就算到了 更何况两边这些 挂武器的挂钩 装的我直接傻眼 我竟然从来没想过 还可以这么操作 如此一来 我的爱牛弄搭双头刀 终于有地方放了 接着再往后 马总放在这个位置 非常理解 比起另一面 至少这个朝向 只有老王 懂事的我自己都心疼 那么蹲侧时的视角 也不能落下 诶 原来是水流声 给它关掉 那么 咋回事 没完了是吧 视野角度良好 依然一览无一 哎呀 感受不说 采光确实是好 感觉冬天洗澡 都不用热水了 那么这一层最后 还剩下刚刚楼梯 上来镜头的 洗衣机方置场 小小一个挤在角落 发臭也略显孤独 我们再挪一步 深入进去 其实大家刚刚看到的 那个视角 是小豪我不顾自我安危 哆哆嗦嗦的 钻到最里面 才换来的高难度全景画面 我就问不能给装个栏杆吗 好歹也明显是个 晾衣服的地方 这也太费租客了 包括还有这里入口处 装那么多拉帘 随便一拉 再随便一搅 什么时候牵骨痕 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OK那么二层就是这样了 两个字形容 大饱眼福 精彩到我根本不想走 那是有点夸张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转回一楼 再往下一步 来到房间部分 面积空间不算很小 7.5铁10平米左右 分成了两块区 楼梯最里面这片 基本当个收纳和衣柜 挂挂衣服 放点小道具啥的 至于楼梯下面的哈里 就有点惨了 再抬头 上面阁楼没想到连到了这 还嫌事不够大 那么再上去看阁楼之前 这个大大的落地窗 不得不提一下 毛外楼也 也算真落地了 就感觉过路邻居 每天都有可能 一个不小心 连人带车一起进你家 另外因为比起门口 身处更地下 窗户也更大 这下别说地板 下个大雨 把屋子和你都给洗了 方便 于是乎最后等着我们的 阁楼 一套林波微布 轻松上来 没啥特别的了 和下面一样的空间 但如果这层可以睡的话 其实下面就能当个客厅了 没想到原来还是个百变户型 每天早上一睡醒 就可以和对面的 兄弟们打个照面 不错 然后来到这最里面 也不知道为啥要开个边 还不是那种封住的栏杆 我仔细一考虑 今天这房子 养个小动物啥的 就绝了 灭绝了 尽管咱这体型巨大 也能勉强进来 说明小豪 还有发展空间 然后这里还有一点 我刚刚比较在意的 你们说 我能不能从这直接上楼呢 OK 那么以上这些呢 就是今天房子的全部内容了 真的太太太太 太上头了 如此有趣的房子 真的不可夺得 所以像这样一套 日本东京大田区 砸色站 砸色站 前8分钟的个性设计 富士25平米百变格局 全景洗浴王公寓 每个月的租金 到底是多少呢 4000元人民币 只有城市币的话 7.9万 其中包括管理费 啥也别说了兄弟们 今天这套 可以什么 完全不贵 当然前提是 你不介意这开放到 有点收不太回来的 洗浴中心 而且我感觉最巧妙的是 这个数字上 25平米的面积 但实际却给我带来了 两倍大小的体验感 非常丰富 再来说实话 今天这套房子 真的是目前为止为数不多 让我觉得很阴 但却很有意思的一套了 不过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是值还是坑呢 记得一定要评论留言告诉我 老公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想今天的视频 记得点赞评论分享收藏 如果想看日本的房子 关注一定一定不要落下 我是日本房产经纪人小豪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